台湾高齡人口越来越多了超过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就有超过一成四 也就是大约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老人 这也推升出了换屋需求 上了年纪回到老旧公寓爬起楼梯好吃力 尤其在台北市屋龄三十年以上的房子就有百分之六十八点四 等于有三分之二都是老旧住宅 人和房子都高齡也带起一波换屋族 换屋族还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很大因素 是跟他的生活圈是可以接受 如果他本来在中正区你就要到新医区 他可能还不见得会习惯 不过其实六十岁以上的换屋族群 调防重点不是大坪数而在空间利用 现在都是以自助为主 其实老年人的其实他居住他也是一个区块 然后现在的中年人他换屋族他也是一个区块 那年轻族其实都是小夫妻 其实面积其实整理来看 现在都是小家庭居多 所以其实面积都不会 基本需求不会这么大 墙壁一道常常裂痕老屋耐震能力不足 加上为老条例奖励又应 也让不少建商多愿选择 以小面积为老重建代替 大面积度根 如果老屋改建不成功的话 将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老屋的价格不断的下降 但是新屋的价格的会往上升 所以要让新屋的价格不上升 最好的方法当然真的是要老屋改建一定要成功不可 估计2026年台湾老年人口将突破20% 迈入超高零社会对电梯住宅的需求攀升 也将成为渔屋取化洞能 东森财经新闻 刘慧琪和坤元台北辰报道